歡迎各位星 收看中腦TV全日指導系列 今次不是指導一隻馬 是指導兩場馬匹 現在螢光幕見到的 練馬防已經投注了 我始終都喜歡了大衛希斯 現在4.5%這個平率已經買了 一早已經買了 買了下來 喜歡他的原因 因為大衛希斯有幾隻馬仔 阿肥都刨了 亦覺得他贏馬機會大 首先 投場的就是樂天派 然後入鱗魚始終降崩下來 必須肯定去馬為主 加上第三場那隻 在眼光始終一檔 找到八道 相對性谷草牽液短途 這隻馬仔入三甲機會大 都可以加少許分 另外是建制群鷹 亦是喜歡 然後第六場那隻貫寶區 我覺得他贏馬機會多一點 有機會衝擊江南勇士 所以阿肥亦大膽賣了 就是希斯要這碼馬仔 但4.5%不是阿肥最主要的 就是心水 全日子多系列 阿肥推薦了 仍然看到的 是第四和第五場 亦是不要虛阿肥 那隻八號仔的領創動力 肯定要推薦進來 由於沈集成上一仗 已經找到了輕榜的潘明輝 當日已經由頭放到尾 最後僅輸 一天四分三個馬位 時間1分41秒3 當日是六格 阿肥亦是上網 兼看了很多馬評價 兼賽馬頻道 亦說馬房爆料 或者馬仔已經粗fit了 只要今天 沙圈那一下 涼上 如果不是特別出大汗 因為馬仔本身身性比較緊張 如果不出汗 這隻八號仔的領創動力 這次去馬機會特別之大 因為直接找了潘頓過來 加上磅數輕磅 加上內檔一檔 所以八號仔的領創動力必須要 買來沒意思 同樣 第四、第五場 已經神祖阿肥買定的就是孖寶 第四場就是八號仔的領創動力 然後下射下來 第五場那隻六號仔的增金奪冠 這裡只會打得越來越容易 這裡就算孖寶贏了 也不算有肉食 所以 紫島系列的兩隻馬仔 如果推薦兩隻大熱門 肯定讓大家喝氣 所以我亦會一冷一熱 包叉 買一個位置Q過彎二穿三 第四場的八號仔 零創動力不多說它之後 但是拿著它近期的時間 1分41秒3 過往這隻馬仔谷草1,600 也是1分40秒為主 1分40秒7打上為主 對同日來說 阿肥亦都看勻了 如果拿著六號仔的就是掌聲 也是沒什麼肉食 平均時間也1分40秒多 很多人都會關注了六號、八號之爭 但是千萬不要忽視 就是有個馬房 大家留意多一點 就是姚本輝馬房 剛才八號仔的領創動力 1分40秒7左右 但是一號仔的君致性 這次姚本輝找了重磅的梁家俊 三檔 當然當少少少 唯一給到你的 由於這隻馬仔 是完全沒有跑過 這個就是谷草1650名賽事 但是大家可以進來看看 一號仔的君致性 君致性這次的賠率 已經是他過運來講歷史伸低 他來香港的初次 來香港跑那次 上年四月份 是91倍 110倍都試過 慢慢的馬仔 在田草是完全沒有起息之後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多一點 7月份那幾次 慢慢搖本輝 已經賠率63倍到23倍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馬仔 輕綁得來之下的情況下 跑著那個田草1600 這次跑的是1650米賽事的谷草 這個檔位很重要 由於三檔是有利了 另外 田草1600 是完全比局所1600 更加長 更加考驗的就是那個人性 因為 他從頭開始是一條大直路 一個大樹灣再直路 所以看到這隻馬仔的末段爆放起身 還有總完成時間 已經進步了 首先7月1號那次 是1分35秒2 當日完成時間是22秒7 爆起身好地地 接著到7月14號 實科現當日 雖然輸得比較難看 但時間末段是以25秒0完成 總時間1分36秒6 但當日的賠率居然 可以由63倍到23倍 有輝支持隻馬仔 搖本輝隻馬 去到2022世至2025年的新季度 9月15號當日降班下去 3降4那一下 即時 雖然賠率也有少少爛爛意味 32倍 但快步速之下 他造就的末段時間是23秒7 總時間是1分34秒7 1分34秒7 記住 他田草的連續是由7月份到9月份 隔了暑假 居然總時間 比他最差的那次 足足快了是2.1秒 那隻馬仔的進步是OK 現在末段爆放起身 馬仔過往跑步是田草1600 這隻馬仔是23秒多 磅數重磅梁家俊 這隻馬仔其實是騎得起的 加上拆騎指示也要發放為主 所以 突然轉過來跑著那個谷草 這次這隻馬仔由於量上機會大 以及賠率已經分頭 大家有非支持 所以忽容忽視的是1號仔的軍置性 而本輝近期馬房 動態亦非常冷冷地 半冷離開 非常和迷 所以 8號仔要左之際 推薦冷冷地的馬仔 就是1號仔的軍置性 這裏買過是位置Q 暫時看回那個賠率 有8.4倍 因為剛剛跑馬期間 兼錄片時間 8號仔的零創動力 繼續跌飛數越來越熱 所以只剩下8.4倍 最後 這裏實收6倍 我覺得是位置Q 然後下射過關下來 是第五場 首先6號仔的增金奪冠 這裏也不多要提他 1分39秒多 這隻馬仔 上一次跑過 最主要常用的菜櫃 都是專攻1650米谷草為主 毛偉傑 全部的時間 都是這隻馬仔進步 非常顯著 由來香港時的1分41秒1 到最新的那次 6月18日贏馬時 是1分39秒8 是破了1分40秒 加上輕綁五檔之下 由頭放到中段爆放 最後1分39秒8 還要贏過一個卯位 加上看了8月28號的試集 亦是直路、聞風、美動 清風送爽 輕輕鬆鬆就可以 雖然當日輸就輸了 試集不算特別認真 但是馬仔鬆弛度非常好 所以這次6號仔的增金奪冠 由於這裏是馬寶 買下一個夜門的安慰獎 可能打個和 但是亦是搏一搏他們 可以贏馬機會 但是 4、5場買個孖寶 其實已經沒有意思 兩隻都是大夜門馬 好了 拿著6號仔的增金奪冠之下 阿斐推薦一隻馬仔 由於1分39秒 是第5場的3班1650名賽事的時間 所以推薦第2隻馬仔 阿斐喜歡了7號仔 太陽拍檔 千萬不要誤會 不是為懶而懶 這個賽日阿斐推薦後 對於姚本輝馬房的馬匹動態 非常有信心 因為全部試集馬 上個賽季 後面那幾場 度過試集 都是暑假期間 其實姚本輝 操練是有價 看回7號仔的太陽拍檔 由於所有馬匹 無論是大千氣象或是建策群嬰 時間1分39秒 繼續標準之下 其實這兩隻馬3號、4號 怎樣買的位置 都是越來越熱的 沒有意思 不是為懶而懶 由於 末段以22秒4或是22秒7為主 這個標準 看回7號仔的就是太陽拍檔 上個賽季 完全沒有跑過谷草 1650米賽事 但是 在谷草的1200米賽事 是顯著進步 末段起身 是顯著進步的 他贏馬那次是報紋的 175磅 當日末段時間是23秒6 總時間是1分10.4秒 其實不算好成績 但是 他去到5月15日 已經是這隻馬的最後一次比賽 記住 5月15日後 這隻馬仔是完全沒有比賽 所以他那個操練兼準備是多一點 加上同日三班1650米賽事 無論是建築群英 大天氣象 或是真金絕冠 都是沒有重化訓練過 全部都是缺貨 8月份之後 是缺貨到9月10日左右 但反而這隻太陽拍檔 試襲完之後 依然拿回重化訓練多一下 姚本輝 整個賽季都沒有怎樣重化 反而 在5月份之後 重化之後 來香港 在比賽前 繼續重化 大費周章之下 只有17號的太陽拍檔 是有準備而戰多一點 這個二迷 加上這次 大家可以看 他過往的4月份 到5月15日 最後那幾次 上名OK了 末段時間 由23秒8的4月10日 當日是六格 到啡格那次 是24秒2 總時間1分10點4 好了 去到當日 5月15日 上名第三名 雖然沒有拿冠軍 記住 檔位是十檔外檔 114磅的班德禮 都可以輸兩個馬位之下 1分10.1 總時間 其實是他過往 最好時間那次 同樣都是潘頓刷期那次 是5、21、3、20日 他季內最好時間 已經是1分10.1秒 谷草來說 12米 馬仔其實進步 甚佳 加上當日是短途 1200 其實跑了兩下 分中亦可以跟合火奔馳 和加州得志 可以困一困 加場多一點 由於始終太短途 爆放起身 沒斷的爆放馬 快一點 馬仔是7號仔的太陽拍檔 加上93號 霍雲昇亦是重發去試過過閘 亦是跟手前置 輕鬆的勁跑 最後僅僅輸四分三個馬位 加上都是輕風送爽 7號仔的太陽拍檔 所以今天推薦給大家 第五場 會取得了 始終是熱門6號仔的 增金奪冠 無可口輝的找到他 然後冷冷地推薦給大家 7號仔的太陽拍檔 現在看賠率 6拖7 亦可以有20倍以上 所以二穿三買硬了 非在此 任何關過了都和迷 過關更加和迷 直接全日子都是列的 是第四、第五場 兩場深水推薦馬給大家 希望各位星今晚期可得勝 贏第馬 除非想成為失費會員 亦可以看尾巴這條廣告影片 希望各位今晚師兄 多贏一些 然後成為主席會員 就這樣 拜拜 今晚再接著來贏第馬 單不多 各位升少少時間 由於我們中老TV 實施了收費會員頻道 更多影片 和更精準的提示 可以提供給各位馬尾門 直接其中一條影片 或者是入到主頁 直接按加入 直接會有白銀會員 黃金會員 和鑽石會員 白銀會員是人工智能 綠環彩智能錠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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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會員會提供了 而影片是全日指導的直播錠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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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錠� 兩場特別有心水的馬匹 然後用24元買的就是聰明四重彩 提供兩場的24元 所以暫時夠的節目名是24元倒臣 以最少的鑽馬 贏更多的彩池 贏更多的錢 是阿斐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師兄 實現了這是大家一直以來的夢想